好那下面呢 我们再了解了一下这个makefile的基本框架过后啊 然后我们来看 那这个makefile是不是可以直接工作了呢 按正常情况下啊 如果说只是我们一个简单的应用程序 简单的逻辑程序啊 就是直接没有那么复杂 涉及到什么数据端啊 代码端啊 还有一些其他段的一些相对偏移的话啊 那这个makefile应该也够了啊 但是一旦呢 我们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硬件环境啊 就是可能是比如说只读的和可读可写的啊 甚至来说呢 可能还有一些更复杂的一些呃 私有数据啊 放在一个其他的空间上 就是说硬件硬件的呃设计构造啊 构造比较复杂的话 那么这个makefile呢 实际上还差一点啊 那主要原因在什么呢 就是这个地方啊 链接选项中啊 那么所以说下面呢 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这个链接脚本的概念啊 首先来说先提一下它的概念啊 就什么叫做链接脚本啊 我们先说一下它的概念啊 所谓的链接脚本呢 可以这样理解 你就把它理解成什么了 是告诉链接器啊 是告诉链接器如何工作的啊 一个什么呢 应该说是文本文件也是可以的啊 文本文件啊 那么大家呢 可能经常也看过这个脚本脚本的概念啊 实际上呢 就可以认为这个脚本啊 是我们写了一个文章啊 那这个文章呢 是告诉对应的那个解释器啊 然后让它知道怎么干活的啊 那好了 我们现在来说一下 链接器的作用是什么呢 啊 那么大家都知道 链接器呢 实际上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呢 有很多点欧 比如说这样说啊 有一点欧 有二点欧 一点欧啊 二点欧啊 三点欧 假设是这样啊 那么三个点欧呢 最终是不是就要想办法把它怎么做 组合成一个什么 是可执行的程序叫build的啊 那么这三个文件怎么组合呢 你看这就是我们链接器要做的事情啊 那大家来看 首先来说链接器是不是怎么组合 我们把怀子画一个图啊 好 我们看 就是首先来说 一点欧呢 你可以认为是这样一个方格 对吧 二点欧呢 我们稍微画 画成这样子一个菱形 好吧 然后三点欧呢 我们画成这样一个梯形 就相当于这三个不同的点欧 现在我们要组合 那你看组合的方式是很多 比如说 我可不可以先把这个正方形啊 这个长方形啊 放在底下 然后呢 再放这个什么 梯形 对不对 然后最后呢 再放这个菱形 这是第一种方案 对不对 当然呢 我们程序可不可以先放这个菱形 然后再放这个什么 梯形 然后最后呢 再放这个什么 矩形 对不对 好 你看 这三种 这两种方案啊 是不是都解决了我们什么 把这三个点欧啊 然后打包才一起 对不对 所以说这样来说呢 我们的build是不是在生成的时候 就需要考虑一个问题 就说什么呢 你看 如果说我们这个程序 现在呢 我们要让它执行 是不是我们PC首先要指向它的什么 一个地址 然后PC是不是按照他所说的逻辑 然后跳来跳去 跳来跳去 对不对 哎 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PC指怎么走呢 或者说咱们的这个build 在运行过程中 是不是肯定涉及到一个什么 我第一条直行能是哪条指令 然后我是不是才能说怎么去跳到别的地方啊 你怎么想啊 我们稍微说细一点 比如说这个临行中啊 有一个函数 对吧 有一个函数啊 然后这个这个呢 假设是迈尔函数啊 这是迈尔函数 那这个迈尔函数 是不是就就会想办 就会有这么一句话 说要想跳到这个地方 让它执行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是这样构造 那你说这个地址 是不是像 是不是我们说 在链接时候 如果说这个菱形是放到最上面的 那可不可以人认为 它这个地址 实际上就偏向的是个高的地址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在链接过程中呢 如果说它的什么 它的链接方式是这样的 它先链接的是这个菱形 然后再链接的是什么 这个提醒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们认为 这个函数实际上 是不是对于这个模式上来说 它的地址实际上是低端地址 对不对 所以说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链接的方式不同 也就是搭积木的这个顺序 是不是会导致 每个函数执行的地址就不同了 看到没有 那么我们链接脚本干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告诉 这款链接器 你是怎么搭积木的 就是你的顺序 你的顺序 那好了 那这个顺序 如果说我们全写完 那当然是没有问题 就是说把所有的点 怎么组合 然后给它一步步告诉它 那么这个是非常可以 肯定是非常清晰的 对于链接器来说 但是我们来想一想 对于链接器来说 它有没有必要 它就是说 它只需要知道哪些内容 我就可以干活了呢 那大家来想象一下 第一个我们来看 也就是说 这样组合和这样组合 有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假设说我们这个 这个矩形 这个这个 这个长方形 它就是麦尔函数 那你想 我是不是只是需要让 PC指寸 有不管你怎么组合 后面这两个东西怎么组合 PC指寸一上电 是不是就肯定是指向这个地方 指向这个地方过后 因为不管怎么说 我们是不是都是先执行这个 这个地方的 执行这个地方 那么是不是我们怎么 就你 你要想执行它 那么根据链接的链接的时候呢 它是高端地址 还是它是 它是低端地址 还是高端地址 最终是不是链接器 反正才链好过后 在确定这个地址的时候 是不是它一定能够知道 它的一个绝对值 也就是说 它肯定能跳过去 对不对 不会影响我们的什么 具体执行 对不对 所以说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这个中啊 我们究竟这个2.0和3.0放的位置 实际上对我们来说 这个脚本 就是说对我们链接器来说 它重要 就不是那么重要 是不是 而更重要是什么呢 假设说我的链接方式 变成这样的方式来链 那是不是我们的PC值 一直是向这儿来了 那么实际上我们从没有 还是实行没有 是不是就没有 还没有 所以说那么对于我们的 第一个方案 我们先虎虎说完 然后我们再记录一下 比如说 就是说链接器中啊 我们要想工作 第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是不是我必须要知道 我第一个程序 是不是一定要放到我的什么 这个可执行程序代码 断的什么 开始位置才行 就是说我们程序执行的 这个不管是相对跳 还是绝对跳 对不对 最终来说 你是不是肯定得有一个 最起码的入口 然后在这个入口中 是不是还能去完成我们的逻辑 就是该跳到这个函数 还是这个函数 是不是 所以说那么我们说链接器 这个链接脚本啊 可能第一个就要告诉链接器 什么事情呢 我的第一个程序在哪里 那么也说咱们拿了这么多节目 那么究竟把哪个节目 先放到我的啥 代码段上 是不是这个非常关键 因为如果放错了 那么我们程序一复位过后 CPU一复位啊 执行程序的这个顺序 或者执行程序的这个逻辑 是不是就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了 看到没有 所以这是第一个啊 接着第二个 那么刚才说 你这是相对的搭节目的方式 是怎么搭的 那么紧接着我们说 这段程序最终来说 是不是要放到内存上运行 或者放到某一个运行 那个载体上啊 才能够运行得了呢 对不对 而这个载体最终来说 是不是要把这里的所谓的代码 怎么的 是不是想办法的给谁 是不是给CPU才行啊 对不对 而CPU要读到它 我是不是至少要知道它的什么 地址 我是不是才能主行主行的读 对不对 那么紧接着问题就来了 我现在只知道这个房子是这样搭 那我现在把这个房子的地基 放到零的位置上 和放到什么 二零零的位置上 那你说这个这个程序 这个方括号的这个程序 是不是它的绝对地址是不一样的 看到没有 绝对地址不一样 那么是不是就会导致什么 我这个程序如果涉及到一个绝对跳转 那是不是 我链 我就把这个基地址放到零 放到二零零 它这个绝对跳转的什么 值是不是就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那么如果说我们什么 这个绝对地址给它给错了 比如说本身这个程序啊 希望才放到零的位置上 但结果呢 这个程序在链接 不小心使用了二零这个方式来链接 那么你看我在零地址上绝对的开始运行的时候 实际上二零 也就是说这段程序在二零零运行的时候 实际上跳是不是跳到绝对零的位置上 那么这样是不是程序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做了一个错位 有没有 就这个地方你理解不得很深的话 没关系 一盘的理解 你程序运行的地址 是不是可以跟你链接的时候的地址 应该是尽量保持一致 这样是我们程序在跳转过程中就不会出现跳飞了 是不是 所以说呢 对于链接器来说 它是不是还要知道什么 是不是我们搭建这些所有节目的什么 的一个基地子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链接脚本中 可能需要告诉链接器的两个主要的内容 好 那下面呢 我们记录一下 就说那么 就是它的需求吧 或者说它的 就是它链接的什么 一个 一个因素吧 或者是最小元素 最小要素 要有哪些要素 好 我们说第一个要素 是不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哪一个 哪一个点O 是什么 最 应该是放到什么 代码段 起始位置的 对不对 因为我只有知道了起始位置 剩下的点O 是不是不管怎么放 反正都不会影响最后程序的执行效果 因为它肯定是相对能跳的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呢 我们说啊 就是你把这个点O放上去过后 那么还要告诉什么呢 就是说所有的 所有的点O啊 什么 放到哪个基地子上 也就是说 大家都从这个基地上啊 然后进行编制 这样的话 是不是每个函数就知道 它一个 它的一个绝对的地址了 看到吧 好 那么我们来看 那么这一项 我们选不过没有呢 大家来看 实际上是不是在我们的链接器中使用的是什么 是不是LD LD是链接器嘛 对不对 使用什么 杠大T的什么text 然后等于谁谁谁 这个一句话 就是告诉了我们代码段的基地值 对不对 哎 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 那么哪一个点O放在代码段位置呢 你看 那么我们这个LD中有没有选项来指定呢 好 这是没有的 看没有 所以说那如果要想满足这个需求 那看来我们就要借助一个什么 较为复杂的告诉链接器的方式 那么就是链接这个脚本的概念了 啊 好 那么当然这是前两个 那还有没有呢 我们说再提出一个需求啊 那么这个需求呢 跟我们现在这个板子上来说呢 应该是看不到的啊 就是说咱们这个板子呢 因为现在是呃 面向的是超那个跑安卓操作系统的啊 应该说呃 就是它的面向面向那个产品不一样啊 但是对于某些ARM纯裸级的程序开发过程中呢 你可能会面向这样一个程序啊 呃 我们还是画一个图啊 就是我们还是画按硬件来说啊 硬件呢 一般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 假设这是谁 这是一个芯片啊 你不管是CPU还是SOC啊 然后呢 这片是我们的ARM啊 然后这片呢 是我们的什么呃 存储器啊 那么有些时候呢 我们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啊 遇到是这样 就程序的代码呢 运行在这里头 就程 就是那个可执行程序啊 确确实实放到了一片什么 这个Flash里头 但是很显然 这个这一片Flash啊 要在运行程序的过程中 它可不可以写啊 那么Flash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noFlash来说啊 一般情况下 它的读非常简单啊 但是写啊 一般来说很复杂 或者说你不可以直接用等号进去写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那对于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比如某些数据啊 比如说呃 比如说Z元吧啊 Z元中是不是有个全局变量 对不对 既然是变量 那全局变量可不可以写 应该是可以写的 对不对 哎 所以那这样是不是就出现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全局变量放到Flash里头 那是不是我们的什么 你这一写 能写进去吗 这就写不进去 所以说我们可 有些时候啊 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是希望 把代码段 是不是尽量放到Flash里头 啊 当然或者说甚至放到卡里头 更快啊 而把数据就是可读可写的这样一个段 是不是单独的放到内存的一个位置上 当然这个内存上是不是 也可以指定它的内存的基地值 然后代码段基地值 是不是 所以这样是不是也有 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 是不是可能出现了一个新的需求 什么 就是我每一个段 这每一个段啊 的位置是不是连续的 就是说 是我就说在链接的时候 我是不是根据刚才说打几目似的 就是说 这个代码段 和什么 和刚才说的这个数据段 是不是必须 必须是什么的 挨在一起的 还是说是允许 它可以在这 它可以在这 就这个意思啊 那很显然啊 在某些需求上是允许这样说的 就是说 他们两个是不连续的 那不连续中 是不是我们这个时候 像用光用这个方式去指定的 大家想象一下啊 这个是不是只是 代码段的基地值 看没有 但实际上我们数据段基地值 只没指定 是不是就没有 所以这种方式呢 我们称之为叫简单链接 啊 它呢 相对而言呢 就是说只是提供一个什么 连续的 只是告诉一个基地值的一种方式 啊 所以这个呢 可以解决大部分的应用程序 可以啊 但是如果说真的要做 不特劳点那部分啊 要根据你具体硬件的 这个需求来划分的话呢 我们很少直接使用这个简单的链接方式 啊 好 所以说我们再写下这个需求啊 那么第三个需求呢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代码段 啊 然后数据段啊 或者等等吧 应该还有很多段啊 等等 什么的 哎 是什么 不连续的啊 不连续的 那么这样不连续呢 我们就要分别指定代码段数据段的一些特性了 对不对 所以这些呢 需求呢 实际上就是完成我们是吧 这个链接脚本要做的事情啊 那对于链接脚本呢 我们这儿的要求呢 其实并不是希望大家从头到尾的写啊 因为呃 意义不太大 因为我们主要知道一些它基本语法就可以了啊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啊 我们的一个基本语法 啊 这个基本语法比较简单啊 应该说就跟读小说似的啊 非常呃 应该说很好理解啊 很好理解 好 那下面给大家找一个啊 那么这个 就是说这个 这个 这个基本语法如果是记不住了 是吧 呃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参考就是Uboot 就是 一款开源的那个boot router啊 叫Uboot啊 我想大家在之前呢 已经学过Uboot的一些目录结构了 对不对 哎 那这呢 我就不提了啊 那么Uboot里头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啊 你看一下 我这呢 就考 我 我这呢 实际上是考了一个那个boot router中的一个 一个链接脚本啊 这个链接脚本呢 你们可以在那个参考的boot router中啊 或者Uboot中呢 你去查看一下啊 呃 基本上写法都是差不多啊 都这个样子啊 大家看一下 就这个框架结构呢 你 你粗略一看呢 非常像什么呢 哎 像是不是跟我们看 看我们刚才说的大积木啊 你看 这是不是一块积木 这是一块积木 这是一块 这是又一块 然后告诉我们这些积木的什么 是不是安排方式啊 看到没有 哎 所以说整个链接脚本呢 应该说大家不要把它想到 是不是又是一个新的语言啊 没有必要啊 你就把它联联联想成什么 哎 吃一篇小说 对吧 哎 然后告诉你是如何操作的 就可以了啊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把一些常用的 或者是比较经 我们可能需要修改的部分啊 给大家来说一下啊 大家来看这个部分 前面的output format和output rch啊 还有个entry啊 这三者呢 实际上是固有格式啊 固有格式 就是说针对arm来说呢 我们一般来说是可以使用这些方式啊 来告诉编系的一些 编译方法啊 呃 这几个选项 你不写 不会影响我们的最后的效果啊 所以这个部分呢 可写可不写啊 好 然后 其二 关键是指这个 就基本语法中啊 一个最关键的语法实际上是它啊 就是我们的链接脚本实际上是围绕这样一个关键词来展开的啊 什么意思 就是说以这个关键词为基础 然后大家看这个大括号啊 是不是有一个整体的大括号 那么这个整体大括号呢 就代表什么 我们目前所要最终的执行目标的那个就是最后那个build 它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安排方式是放到这个大括号里头 比如说你这个最终执行的一个最后生成的一个可执行程序对吧 它是怎么构建起来的 你就放到scation的这里头就行了啊 所以它这个基本语法我们看懂就可以啊 然后其实在后面就开始写我们搭建集目的方式了啊 那每一个集目呢使用的方法就是什么什么冒号就什么什么段属性冒号 然后通过这个括号呢来描述你要把哪些点O放到这个段里头啊 是这样一个过程啊 好 所以这个呢我们大体了解一下有些断名就可以了啊 大概的断名呢我们稍微记住一些就可以了啊 这些应该是比较常用 一个是这个呢顾名思义是我们的代码段啊 代码段啊 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止读数据段啊 这个止读数据段是什么意思呢 好我们先记一下啊 我们称之为止读的啊 止读数据啊 止读数据啊 什么叫止读数据段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啊 就是我们在C元中是不是写过这样的程序 恰心P等于 Hello对吧 哎哎这个 恰心P对吧 等于Hello啊 那么很显然啊 这个Hello是不是双引号 那么双引号能不能变啊 我们说它是不是叫做字符出来常量 对不对 也就是说肯定是要有一段空间 是把Hello给存着的 对不对哎 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在我们的RODATA中来存 啊 所以说那类似于啊 像我们的什么呢 Printful 啊 你说你在写 好 就是你在写什么呢 写这个Hello啊 写这个Hello World的时候啊 大家看 就你在写Hello World的时候啊 实际上这个双引号 实际上是不是就要在我们的什么 RODATA上存 看没有 哎就这个意思啊 好 DATA段呢 DATA段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同段啊 就是实际之为客途客写的数据段啊 或者 哦 是 你 你